为了反击对手的选举抹黑 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李静盈 跟多位新竹市议员来到地检署 准备控告对手散步不实的讯息 企图来影响选情 希望用司法来端正视听 并且维护个人情欲 那最主要我们今天会按您控告的原因就是 其实民进党提名 提名我们的这位候选人 素人学者参政 那希望有一个清新的形象 结果不但没有对新竹提出好的建设 跟对这场选举带来希望跟未来 那反而用他标榜超专业 但是带来超抹红跟超抹黑 所以我们相当的失望 那在此说我们必须要捍卫 我们的名誉跟清白 所以对民进党的候选人提出控告 国民党委任律师认为 扭曲判决的内容 抹黑与造谣是对手一贯的选举模式 真正前几次的选举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让人十分有急事感 而这次的选举对手攻击更胜遗忘 因此国民党也不得不提告 希望遏止对手的抹黑与攻击 那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所有的法院判决书的资料 都是在司法院检索系统里面可以搜索到的 那变成说同一套把戏四年前玩过 四年后又同样的手法 所以显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同一组团队 去做抹黑抹红 就同样的事情 四年前正候选人 民进党的正候选人 同样一样的手法 截取部分的判决内容 那我们最遗憾的是 这一次的候选人比上次 显然是更高阶嘛 那号称法学博士 上一次是法学硕士 不管是法学硕士跟法学博士 可是一样选举都只会抹红抹黑 那这是我想我们今天来提告最主要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能借此端正这个选风 国民党的提告销 习民进党籍的立委候选人林志杰 也收到相关的讯息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提告 林志杰开玩笑的说 如果国民党要告人可以来向他咨询 他可以提供法律意见来帮忙 那如果他要确定这个告的对象 我也愿意来帮他做免费的法律资商 因为被告必须要特定 民进党本身他要把民进党当被告吗 因为我们目前的刑事法规里面 只有自然人才可以成为被告 那法人或人民团体可能可以被两罚 但是你提告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人选 所以今天我希望郑委员你先弄清楚 你到底是要告什么 他是要告刑事吗 因为他要去递检署 对那所以他今天是要告陈建民主委吗 蓝色阵营喊告绿色阵营喊欢迎 这场选举从街头打到递检署 谁才是对的就让法官来判断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